大饥荒惨剧重返中国 消息称习近平很危险 中纪委发重要暗示 中共有机密文件外泄 不查凶手易动 乌克兰情报机构表示 俄罗斯不会让他们活着 鱼沟中学事件惊醒小粉红 香港疫情告急 活葬场全天候运作仍然难以复核 黄明志夺回油管被盗账号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闻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4月7号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按照上海官方 最初分两阶段封城的指令 最晚也应该在4月5号解封 然而实际情况是 到4月6号 上海全市继续封锁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令 从6号起 在全市展开第二次检测 也就是把前一次筛检 发现的确诊病例 转运收治起来 然后再做一次筛检 而这时 被封锁至少两周的上海市民 已经到达了崩溃边缘 一段上海一个小区的微信群聊天信息 从6号起在网络上疯传 其中讨论的内容特别吓人 有居民说 居委会也顾不上我们的吃饭问题 于是有人问 那我们吃什么呢 吃7楼那个黑人吧 这货够吃好几天 结果 这个被点名的黑人也在微信群中 还能看懂中文 很快就用英文打字说 不要吃我 为什么你们想吃我 这究竟是黑色幽默 还是百姓已经逼到了绝路 毕竟在中共统治下 人吃人的惨剧确实曾经发生 而且目前看来 当局对百姓是否快要饿死了 并不关注 否则社交平台上 不会至今还在不断的出现 抢不到菜的投诉 例如有人7号在推特上抱怨 逼人今天早上6点多 在平台尝试抢菜 完全抢不到 猜测是有菜 但是运力不够 平台接这么多单子 根本送不了 接下来多个小区14天封禁 上海接下来肯定会出现死人的消息 还有人写道 我在上海常宁 美团上抢菜页面好多都有 主要你选好付款能付款吗 都是表面的压根抢不到 被封控一个礼拜 就1号发了一次物资 一家三口两天就吃没了 政府说封控4天 现在一个礼拜 家里面粮食还能撑两天 再保证不了物资 我也要闹了 别听政府的 政府说封控4天 这都10天也有了 不能靠政府 靠不住 政府就发了一次物资 两天就吃完了 网上买不到菜 2500万人口抢菜 和仲裁票几率差不多 外面店铺全部关门 上海老百姓苦啊 在另一段热传的视频中 一个男子激动的赤骂当局 你把人逼死了 上海政府是人吗 上海人的情绪似乎在走向崩溃 前两天 一位上海市民因为隔离 只好为住在另一个区 有听账问题的父亲叫了外卖 结果因为给外卖小哥的辛苦费太少 遭遇了网络暴力 这个女孩跳楼自尽了 这一悲剧引发关注 有人议论说 感觉所有人都崩在弦上 但这根弦真的说断就断了 这位网友担心自杀潮即将涌现 并斥责说 共产党你理应灭亡 也有人提出 不仅上海 吉林省也停摆了差不多一个月 这其中还涉及春耕及粮食供应问题 再封下去 人道灾难会迅速扩大 如果解封 奥米克戎又会很快地扩散全国 中国人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场疫情已经成为 中共在2022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 对把自己与中共政权深度捆绑的习近平来说 这当然也是重大的挑战 法广5号转述法国媒体《十字架报》 一篇署名马洛维奇的分析文章指出 一位家住上海普希 在葡萄牙有房 有护照的女性透露 从自己担任政府高官的父亲那里 听到一些消息说 习近平现在很危险 他的当务之急 是必须要控制住疫情 但情况似乎已经失控 一位同样与高层有联系的杭州教授也表示 习近平9年来本就树敌很多 现在对他处理疫情的批评越来越多 因此20大三连任并不是万全保证 这位教授说 在中国谣言很多时候可能是真的 一位从上海逃回安徽老家的女士说的更明白 她告诉十字架报 看看现在的惨状吧 人们开始明白 我们中国的疫苗根本无法保护 这是这个政权的失败 防疫管理的标准是政治而不是健康 这两天 在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上 出现一篇谈论傅政华往事的文章 文章打着自媒体的记号 讲的却是寻常自媒体不可能知道的机密 这样一篇文章 在中共严密的监控下存活至今 被认为相当的不简单 这篇文章的标题上 就给傅政华三个头衔 分别是酷粒 巨瘫和老色胚 并特别围绕后面两个头衔 曝光内幕消息说 傅政华的儿子傅永斌 在读高中期间 就赴加拿大温哥华读书 已经入籍加拿大 现在住在温哥华 他只有30岁 却在加拿大银行 有巨额存款和资产 现在中国和加拿大 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合作中 商谈追回这笔巨额美元和资产 傅政华不仅包养情人 还有私生女 原北京市公安局的机关民警 赵月琳 是傅政华众多情妇中之一 已经被傅政华安排移民入籍新西兰 同行的还有傅政华与赵月琳 9岁的私生女赵燕熙 他们在惠林顿和奥克兰等地均有房产 藏有傅政华办案 非法所得的大量金银珠宝 玉器 大量的绝密文件和办案卷宗 银行有巨额美元现金和资产 这些爆料成为对中共中纪委 双开通报的补充 中共中纪委在上个月底 发布的700多次通报中 重点聚焦傅政华的政治罪名 涉及贪腐的部分仅占大约三分之一 更罕见的没有提到傅政华 除公布了傅政华海外情妇 和子女的个人信息之外 王毅这篇文章最惊人的地方是 直指傅政华已向海外 转移了大量绝密文件和办案卷宗 这令人联想到 中共中纪委曾在孙力军的双开通报中指 他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既然傅政华是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成员 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网易的文章发表于4月4日 就在同一天 中共中纪委官网发文 再度点名傅政华与孙力军等人 文章题为 腐化蜕变与政治问题往往相互交织 明辨是非守住政治观 其中说到 有的落马官员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培植个人势力 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案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 孙力军与傅政华 王力科 龚道安 邓恢林 刘新云等人 形成利益集团 沆瀣一气 阿波罗网认为 中纪委在点名六支 已经落马的政法虎之后 加上了等人这两个字 意味着孙力军这件事还没完 未来还会有新的中共官员 因涉入这个政变团伙落马 上述网易和中共中纪委的文章显示 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水很深 内幕可能超出外界的想象 乌克兰军情单位5号公布的报告纸 被称为布查屠夫的 俄军独立64机动步兵旅指挥官 欧摩别科夫中校和他的部队 自上周离开布查后 预定将于8号再进入乌克兰前线作战 报告指 俄方此举的用意是 让他们死在激烈的战火中 日后如有针对布查屠杀的战争罪 进行审判时 这些人就不会活着受审及作证 报告分析说 一般俄军部队离开前线 能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息 但俄军高层却命令他们8号再战 一来可震慑乌克兰人 令居民恐惧这群人重演布查惨案 另一个目的则是快速抛弃这些目击者 另一期没有机会存活 不可能在日后审判中作证 报告还指出 该部队多人得知在布查的行动 可能涉及犯罪后 曾意图辞职 但俄军高层不仅拒绝 还威胁不应战就送军事法庭审判 上周欧默别科夫指挥的独立64机动步兵旅 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小镇布查后 乌克兰军方及媒体发现 他占领期间虐杀约300名平民 惨案震惊世界 欧默别科夫和他的部队也被称为布查屠夫 4月1日 微博账号公新人物发文控诉 3月31日 自己上初二的儿子王新磊 在安徽省宿州市林毕县余沟中学 被该校高一的校霸带6人围殴致死 他求助网友帮助转发维权 之后 公新人物又在微博和抖音开设账号 于沟中学初二学生父亲王守贺 并持续发布消息和视频维权 在王守贺本人发布的视频中 他哭诉 自己曾是戍边军人 保护祖国15年 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 保卫了自己的国家 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灵毕警方发通告称 王新磊的死亡是因琐事 被一名14岁同学推倒致死 与他人无关 中央及党媒也统一口径 否认校园霸凌事件 之后 王守贺和他的家庭 也疑似遭到了官方强力打压 王守贺所有的微博和抖音账号 都被清空或删除 随着事件持续的发酵 有网友指出 哭诉维权的王守贺 是一个自干物 在时政群里经常举报其他网友 害得很多人被禁言 甚至喝茶 还有网友披露 根据王守贺此前在微博转发的 多个举报他人的博文显示 被他举报的对象 包括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人士 以及所谓侮辱英烈的人士等等 显示其立场和中共当局保持高度一致 然而这样积极效忠中共的自干物 遇事后却仍遭到了当局的打压 似乎也让一些爱国网民开始改变立场 一网民4月2号发文称 如果事情还一直被压 我不再相信党和国家了 截至4月6号 该博文被转发三次 点赞189次 香港第五波疫情至今已累计造成8000多人离世 令当地的殡葬业难以附和 据经济文报道 有殡葬业者透露 香港的6座火葬场 就算全天24小时运作 每天最多也只能火化大约300具遗体 而公立太平间的遗体 最近刚从1350序 暴增将近5000具 吓得香港政府3月底 紧急再向中国调用3000多幅棺材 有香港大学专家指出 死亡人数标得又高又快 正是因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感 导致老人接种疫苗速度慢 且打的又是效力较差的科兴疫苗 专家提醒 奥密克戎亚型病毒BA2 虽然传播性强 但毒性较低 与其追求清零 不如善用抗原快筛 并开放居家隔离 阻断传播链 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 拥有327万粉丝的YouTube频道 5号被盗 近千支影片全部不见 60亿点击量一页蒸发 所幸的是账号目前已经拿回 6号上午黄明志在脸书发文说 出来混迟早要还 这些年来真的得罪了太多人 表示账号被盗 自己没有感到非常意外 并誓言要战胜骇客 把账号拿回来 6号下午 他更新情况 在脸书开信的宣布 账号终于拿回来了 再感谢之余 他表示 会继续战斗 正义必胜 最后还喊话说 抱歉让你们失望了酸民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两岸要闻 也请您点击捐车网址 拨打捐车电话 了解更多支持 希望之声非盈利广播电台的途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